你們這群愚蠢 我們有救了 我發現原來愚蠢是有獎領的 而且是世界性 很高認受性 很大貢獻 我們香港已經有兩個傑出人 經常獲得這個獎領了 今天我會教大家如何獲得這個獎領 這次當中要做 怎樣才可以令人類 進化成為更有智慧的生物呢? 只要將智獎從這個世界中消滅就可以了 當然 如果他們自動自覺地消失 那就更加好 達爾文獎 最早可以追溯在1985年 在USENET新聞組和電子郵件中討論 內容都是網友分享人家 蠢到殺了自己的故事 達爾文你們知道是誰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是可以直接申請這個獎領 嘩,那些猴子變成了人 其實這個獎領就跟達爾文一點關係都沒有 純粹是拿來紀念一些蠢到殺死了自己 令到人類愚蠢的基因不可以發展下去的 接觸人士 咦,咦,你們現在先不要衝去報名 然後聽我說一說如何可以獲得這個獎領的五大提名條件 被提名人需要已經從人類的基因庫移除 即是已經死了或失去了生育能力 故事要出自於驚奇的錯誤判斷力 同時表現得缺乏常識 一般的常見死法是沒有獎領的 只一定要是主動自主引發的 即是自己拿來壞 所以出於意外或其他人引發的死亡 都是拿不到獎領 被提名者一定要是心智成熟 而且有自我負責能力的成年人 即是本身傻的那些是不計的 一定要被證實為真實事件 要有新聞報道過 或有可信的證人的證詞才可以 一起來看看我精選了的案例 異常撥起 在1988年的美國紐約 有一個男人為了助興 將毒品Cooking注射入自己的尿道 導致有三天的異常撥起 最後他兩隻小腿和九隻手指 都因為壞椎而被醫生切了下來 他不用死都可以拿到這個獎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椎子都自己掉了在地上 會不會太昂負了 槍枝安全貨 2000年的2月28日在美國德州 19歲的青年Rashat 和他的朋友一起玩俄羅斯輪盤 但是他用那支本字來就出去玩 俄羅斯輪盤你們知道是甚麼 俄羅斯輪盤 不是方法 不用解釋 這個 倫爾路漢 2010年8月25日 韓國大田 這件事之前在蘋果新聞有報過 一個坐電動輪椅的男人 在大型的購買商座裡面購買之後 準備搭椅子的時候 他遠一遠就已經看到有人看見他了 但是那些人都不肯等他電動輪椅 就這樣在他面前關了電動輪椅門 生氣的他用電動輪椅連續撞了電動輪椅門三次 最後電動輪椅門被他成功撞開了 不過 電動輪椅不在裡面 他立刻就掉到電動輪椅裡面慘死了 不知道他那一刻是否覺得一打開電動輪椅門 就會看到他的仇人 鰻魚貫腸 接著就到了我們香港的副代表 在2003年的2月之前 有一個男人他因為腹部劇痛而入了急症室 照完X光之後竟然發現他腹部裡面 有一條鰻魚 為什麼拍得這麼詳細 這個故事其實大家已經聽過了 但是你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當事人他是因為 打算醫便秘所以塞一條鰻魚進去 那他就當然沒有死 所以他拿不到證獎 他只能夠得到榮譽表揚 不知道如果他吃了很多芝士進去 他會不會放老鼠進去呢 如果老鼠不肯出來的話 他會不會放完整褲鬥獸棋進去呢 但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記不記得我某一集的酒遊戲裡面 說而他之前做護士的時候 說自己曾經試過見過有一個男人 是塞著鰻魚進去江門裡面 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在說他呢 還拍 我今天不是要教大家這樣拿獎 不是不是不是 今天是要教大家用我們香港No.1的方法拿獎 砂鼠火箭 1998年美國的猶他州 Andrew Kiki Farham 以一如既往給他的伴侶Eric 用刺子筒把寵物砂鼠塞進他的屁眼裡 但是這次完事了之後 唯一不同的就是 這隻砂鼠不肯走出來 就是因為這樣 Eric他就嘗試用火柴 放在氣洞外面點著他 嘗試令那個砂鼠看到有光源就走出來 結果火柴點燃在牆道裡面的甲圓 大家知道放屁會噴火的嘛 在Kiki的屁眼裡噴出來的火舌 就燒焦了Eric的頭髮 而這隻砂鼠在裡面好像炮彈飛人一樣彈出來的時候 也都撞掉他的鼻子 他沒有死的 所以只不過是一個榮譽表揚 但其實我覺得他的癡忍線程度 比那些拿正獎的人更厲害 接下來又是一個榮譽表揚 剝了一塊磚出來 1987年美國愛河華州 有一個男人因為直腸痛 自己跑去急症室 最後在全身麻醉的情況之下 拿了一個直腸的混凝土模型出來 即是用混凝土去做直腸賭武 而混凝土的最上端 是有個冰冰波在這裡 怎麼做到的呢 他本人是說用漏斗去把混凝土灌進去 但他沒有解釋到為什麼自己要這樣做 之後來就說回一個正獎 好害怕啊 不是很恐怖啊 好容易撲街啊 WOWS 算了 威爾斯盛利 在2005年的2月8號 英國威爾斯咖啡里裡面 有一個男人用自己的JJ來做賭注 如果那一晚的籃球賽裡面 威爾斯是可以贏到英格蘭的話 他就會切J 結果當日威爾斯竟然用11比9贏了英格蘭 而那個男人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講得出租得到 他立即二話不說地衝回家 即時切 切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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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切完之後他還立即走回兩個籃球場距離遠的酒吧 馬上切一條JJ給朋友看 頂到那個距離就等於我們在太子酒吧街 如果給別人倒JJJ 然後回去王國家切 切完後讓人看的距離是一模一樣 於是他就成為了少數可以繼續生存的得獎者 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學一下 到最後就是我們最值得學習的香港代表 也是最厲害 哇會不會太快啊 亦是最後一個個案 而它是沒有死的 所以我們是可以向它學習的 好累啊 其實上來很難怪它說想打個飛機 但也不對 也不對 先拍我 也不對 不可以到處打的 雖然我們就叫它做活塞男 但美國那邊就給了這個案子 一個名字叫做掌上壓 在2008年的8月6日 在我們香港藍田公園山頂的健身區 這一塊板那裏 就有一個姓新的男人 42歲 現在58歲 他做了口運動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發覺看到 那塊板那些金屬洞洞 很吸引他 於是他就塞了豬肉進去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辦法在那些洞裡 拔回那條蛇 可不可以不做罪掌上壓 因為他畢竟都吊過那個 我不想跟他做攀兄弟 看圖應該可以知道 他是吊哪個洞 那我就避開他 他的頭在這個位置 他是壯漢來的 所以那條蛇可能去到這裡 醫護人員到場之後 是跟他打了止痛針 很可惜當他插進去之後 他就怎樣都拔不出來 他硬拔出來還弄到下體出血 所以最後都忍不住報警 在報警之後 救護人員跟他打止痛針 你們猜猜打在哪裡 最後都搞不定的時候 就唯有叫消防 全民消防來到的時候 是出現了這樣的對白 雙姐現在什麼情況 不行了 應該要鋸了 不要啊 快板啊 警察和消防員過來看到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男人 他的底褲和免褲都半退 下體是離奇地卡在一個小洞裡 其實 真的很過分 他是跟消防員說 他在做掌上壓的時候 不小心原來打開了個褲鏈 自己不知道 然後插進去就拔不出來 其實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這樣都可以吊得下 神經病 這些位置其實超髒 太變態 因為打完止痛針 那麼消防員來到都沒辦法 所以到最後 消防員是拆了這塊板 然後連人帶板地拿去醫院 在中途 其實警察是有做出口頭警告的 根據法例 在公共地方露出下體 或者自軸 是可以被控以行為不檢的罪名 大家請不要這樣做 不過說拿獎就不同了 這個時候是時候實踐一下 到底怎樣才可以拿到這個獎呢 知道別人的成功方妙 現在就當然要實踐 說真的 如果要拿到這個獎的話 除了要膽之外 也真的要一些天生本領 如果你太粗了 根本就進不去 如果你太幼的話 筷子撩碗 卡都卡不住 怎樣拿獎呢 所以現在就跟大家探討一下 如果要拿到這個獎 你值得大概要是多少號呢 我也很想親身上陣給大家知道 但是其實就算我真的自己來 都只有一個尺寸而已 所以幸好我的朋友 星Doctor 星博士 他借了這四條假櫃給我 他們有著不同的大小和粗度 看來這次就可以好好地找到 哪一個尺寸才能拿到達爾文獎 大家看看這四支揚具假武器 硬中大軟 軟中大硬 順滑的材質 完全拿捏到新手入門的合道好處 不同的尺寸絕對可以做到方便攜帶 如果你的朋友說錯話 你突然間來個當頭棒渴 他都真是不知說什麼 真是男人都心動 有興趣就在description box 了解一下 0.5吋直徑 我其實甚至不知道 為何要有一個這麼幼的 但大家看就知道 完全是安全地拿出來的 即是你塞進去之後 那若然你是0.75吋直徑 都不用想了 完全是可以抽出 出出入入 而又碰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滑塞藍都沒有那麼幼 滑塞藍應該差不多一吋 說真的 我很認真 算是私人東西沒說 如果你問我的 我是沒有信心可以進入這個洞 但他說就是可以 一吋直徑 一吋直徑 滑塞藍就是這個尺寸 你們可以看看 是進得很辛苦的 這個是1.25吋 那我相信如果是1.25吋 說真的 是你已經進不到 所以滑塞藍的尺寸 大概就是1吋到1.25吋之間 最少1吋 大家這個時候可以回家量一下自己的JJ 有沒有資格拿這個世界性獎項 那這條片就到這裏了 我上到藍田公園的山頂 順手過來沒理由不看 但觀景台呢 什麼都看不到 被樹擋住了 相信大家應該沒有看過我拍類似這條片的內容 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留言告訴我 我將來找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然後再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這裏大家應該明白 如果你追追的直徑是有一吋至到一點二五吋的 恭喜你 你很容易就可以拿到這個達爾文獎 有朋友在我上來之前跟我說 沒有啦 那塊板好像已經拆了 跟我說叫我不要浪費氣 不好意思 那塊板現在還在樹 看那塊板的生鏽度來說 應該還是當年的那塊板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拿達爾文獎的話 可以自己上來藍田公園試試 還有其實真的不容易找的 你們真的想上來的話可以DM我教路 很難才找到上來 很累我現在 所以如果大家想支持我拍片的話 可以加入會員 就當一個月請我吃半餐飯左右 近來越來越多會員內容 最多你加入會員的話 我就帶你上來這裏 一起做活塞藍國COME兄弟 記得訂閱這條片 還有記得LIKE這條片 我做了那麼久才知道原來LIKE都很重要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喂喂 為什麼每次都要拍過來 為什麼呢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窮不窮都好 都買屎... 窮不窮都好 都買心得 你不如整個來的 不用會剪的 EG剪片班 善上版面 不用出門口在家就學得懂 絕對不會拿以前的課堂去射咎 所有內容都是重新錄製 再精簡剪接 等你們一看就明白 雖然我也很想拿之前的課堂來截錄 但偏偏我就是教剪片 無論你是想做Youtuber IG 幫自己公司做宣傳短片 或是幫人家公司做牛 這個由零開始的剪片班 都可以幫你一插學會 所有由初階至中階的剪片技巧 綜合了上兩年的實體班經驗 所以你們常見的問題 在裡面都會得到解答 照舊系會有九年功力的剪片素材包 我最意外的就是 竟然現在都很多人以為 AI上字幕是要付錢的 在課堂裡面會教導你們 超簡單用AI免費上字幕的做法 如果你們真的去付錢 字幕網做一年的會籍 其實你已經可以重複上 剪片堂四至五次了 在現在這個多媒體時代 學會剪片一定是實用技能 課程就會一次過買斷 會有售後服務的Telegram Group 有什麼問題就可以在那裡問 如果你是做Patreon的月費會員的話 我還會在每個月裡 有一至兩次的剪片時候 會開Live讓大家進來看 我一邊剪片 你們看不明白就馬上問 之前一直都有同學跟我說 抽不到身體實體班 希望這次的線上班可以幫到你們 還有這次會有 專注對直向影片的剪法 例如IG 詳情就去影片下方的Description box看看吧